你是冥夫騎士的Sugar Daddy 好看啊 在這裡拍照的時候好看嗎? 可以從一些小地方感覺出來 它是比較粗糙一點 沒有必要 價格不可愛 對 價格沒有比較可愛 好可愛 這是運動結合芭蕾 味道很貴耶 風格啊 都是這種粉色藍色 超級無敵可愛 那我們要再開一下 我們在首爾的飯店 耶 不好意思 幫我拿來 如何 欸 還蠻大的耶 自然光 有沒有 我們這次的飯店 欸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耶 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韓國最近的飯店 有一個新的規定 就是說他們現在開始 就是不提供 那種免洗不慣洗用作 韓國這邊的話 就建議大家還是自備 不然就是櫃台有賣一千塊韓幣這樣 可以睡一下嗎 不行 我們要趕快去下一個行程 我覺得它很棒的點是 它旁邊這邊 這邊有國際便宜頭 然後USB也可以直接充 然後這邊 後面有一個呼吸燈的這種感覺 很不錯耶 好棒喔 對啊 好棒喔 好適合我這個臨時來 我怎麼都沒準備 Oh my god 很大耶 很不錯耶 欸 超寬敞的耶 啊 但有一個小缺點 就是這個馬桶在這裡 就等於說 有人在洗澡的時候就會直接被看到 就不能分開啦 幹嘛幹嘛 欸 看不到耶 真的嗎 真的耶 很漂亮 這個浴室是什麼意思啊 很透明耶 欸沒有耶 關起來之後我就看不到你了耶 真的 我真的看不到 你看不到嗎 嗯 你不要配人喔 屁的耶 真的看不到嗎 激情惡出 這個也很漂亮耶 這個掛鉤 它其實整體都是走一個很溫暖的感覺 重點是離地鐵站很近 超近 大概三分鐘 而且搭到馬桶都在 都很近 從人穿過來 我就直接搭 ARX 可以直接換成站的東西 現在時間四點十三了 接下來下一個行程了 Are you ready? 走吧 因為我剛從日本來嘛對不對 所以呢 準備了小漿最愛的軟湯 Gumi 吃我的口餡 我的能力只有到 可以把所有的軟湯 你是名副其實的 Sugar Daddy Yeah 謝謝小寶 各位 安妞 安妞 全人精鎖意味道 殺小 飛車線 大家六號線 來到這裡就是 漢江洞 漢南洞區域其實比較大 那我們到漢江洞下車 就是漢江洞是比較上風處 比較上坡的地方 你這樣往下走比較不會累 然後跟大家說 我覺得漢南洞這邊啊 主要是比較年輕人會喜歡的那種 對 超排啊 逛街 所以今天帶大家來漢南洞這邊 公公吧 那漢南洞比較聚集一點 會比較好逛 那我們現在開始逛街囉 GO 我覺得這邊 很像日本耶 覺得很像那種表餐道的感覺 然後第一間呢 先帶你們來逛 女裝店 第一間呢 就是這一家 March Sherwood 然後聽說裡面的包包非常的好看 很像MiuMiu的包包耶 這個很可愛 最紅就是MiuMiu 他們出了這種款式的 好看 好看耶 就是有點鴨紋 三十一萬八千是不是 有點貴 好放回去 接下來我們來到了一家 長得非常酷的店 它好像倉庫喔 很可愛的店耶 他們很多這種鏡子 敷面鏡看起來特別酷 但這家的東西感覺比較偏工裝一點 對工裝的盤 會比較比較outdoor的 真的好可愛喔 這家它現在有折扣加上免稅 嗯 那就是四萬 大概一千五台幣 以潮盤來講的話就算便宜啦 這家店的裝潢很值得來 就有點塗鴉的感覺 我覺得酷酷的女生應該會喜歡 接下來呢 來帶大家逛這一間叫做 小巷子裡面的二樓 那主打的是一些 我覺得比較 非主流的穿搭 幾皮造型的帽子啊 或是包包之類的 然後其實我覺得裡面的東西 蠻好看的 價格沒有想像中的貴 可是質感比想像中的好 就是帽子大概落在 可能兩千上下左右 那包包可能有到 三四千或四五千 但是我覺得 設計風格來講的話 都比其他間還好看一點 不一樣感覺的風格的話 絕對是可以來這家逛逛的喔 很像小貓 喔~~ 欸還蠻適合你的耶 好嘻哈 這感覺很浮誇耶 冰雪七月 我覺得好像還是很太浮誇 不是很日常 但是蠻時髦的 然後呢 這一間店呢 主要出了還蠻多香氛的東西 蠻平價的 居家的香氛 空氣的噴霧啊 或是一些擴香之類的 我覺得韓國真的 對香氛的東西還蠻在意的 非常 我剛剛拖我的那個 坐在咖啡廳那邊 那男生很好笑 它的香水呢 大概是 七萬八 護手霜是一萬五 算是一個平價香氛啦 在漢南洞這邊我覺得 算是含蠻多這種 小眾品牌的包包 這家叫做 Square Line 那其實它的招牌 沒有到很顯眼 那這間店主要是走一些那種 街頭酷帥路線 以前是比較流行那種 氣質小姐姐 現在的女生是走那種比較酷帥 比較多支線啦 你要溫柔的也有 要巴雷感也有 要酷帥也有 飛煮流也有 那你是哪一種 酷帥 光是看logo就覺得很酷 夏孫品牌這種看起來就是 結合很多cool kids的店 就會覺得很開心 各位我們逛上去 大概不到三分鐘就離開了 因為我覺得 店員的態度沒有到很友善之外 我覺得 那家店的包包質感也沒有到很好 我也覺得 流行的款式 可是皮革用的就是那種塑膠皮 加上就是 雖然說是流行款式 可是你可以從一些小地方感覺出來 它是比較 粗糙一點 好的 所以大家 我只是幫大家探店好不好 沒有必要 價格不可愛 對價格沒有比較可愛 那這家EPT呢主要是賣那種 最近很流行的運動鞋 因為這一間呢 主要呢 就是還蠻多那種 休閒男孩風的感覺 所以它有賣衣服 然後也有賣襪子 然後也有賣鞋子 逛完了那一家鞋子店 價格還蠻算合理啦 就是三千多塊錢 然後 其實跟SIMBA的鞋型還蠻像的 只是呢 它有多做一點 增高的感覺 看網路上大家說 穿起來都還蠻舒服 然後我們接下來來對面 有一家叫做 Blue Elephant 這個就是Mental Monster平替版 這個好看 鮮白 鮮白是不是 賣 這個蠻基礎款的 嗯 還不錯 兩千塊以內的墨鏡 我覺得都還算蠻便宜的 謝謝 欸很好看 這次好看 我 金獎 金獎 然後呢 這一間 重用品店 超級無敵可愛的 配客製的話 就是在上面寫你的狗狗的名字 這個的話呢 有非常多種 剛剛給大家看Punking的照片 是屬於需要比較大的 顏色都非常的繽紛 只有頸部的項圈 這三個東西都是分開賣的 是三萬七韓幣 千層八萬啦 項圈到底也八萬 我覺得是還蠻可愛的啦 然後這邊是給小狗的 所以繩子會比較細 但是一樣也很可愛 我們來逛一間 叫做 Rockfish 好像網路上也有查到這個的原因 是因為好像張瑞瑞有穿他們家的鞋子 他有穿瑪麗針娃娃鞋 可是就是 建議腿太粗的人就是比較好穿 鞋是很沒有形體的 那你腿粗一點穿 其實看起來 我穿就覺得看起來很... 很像很強 很可愛耶 顏色很精緻耶 它還有做閃閃 很好看耶 但這個的話它有鞋型 穿起來比較不會像國小的 女生會喜歡 哇塞這件人真的超多 大家如果來要行李準備一下 好可愛 就是運動結合芭蕾粉 十一萬五 欸還有OK耶 不會到很貴耶 這個比較適合 腳真的很漂亮 或很修長的女生穿 但我覺得 這種其實也蠻好看的 我剛剛聽旁邊的那個... 聽旁邊的人說 很像老北京的男孩鞋 說實在話就是 我們剛剛那個小將已經... 買了... 啊不是小織女嗎 想很久耶 現在來了一家我找到的收藏的店 超可愛 這個藍色包包好可愛喔 好日喔 台幣錢 欸那蠻便宜的啊 就是衝著這個東西來的 超級無敵可愛 但是我剛後來發現 它竟然是一個日本的品牌 然後這一間店呢 如果喜歡文創小物的話 這邊這種小袋子也超可愛 所以大概兩百塊左右 還有非常多可愛的圖案 我覺得很適合年輕女生 媽咪耶 好可愛的 超可愛喔 也是8000 所以這一間店就是走韓系跟日系的幾個 可愛 鄉村 手繪風的 我跟小江剛剛在路邊隨便逛了一間店 FINTERSELLS 我買了兩件襯衫 然後它這間主要是女裝店 但是因為它有分一號尺寸跟二號尺寸 然後我穿二號尺寸是剛好很完美 然後我覺得男生也OK 然後我買了兩件襯衫大概九萬三 然後這邊可以直接退稅 然後又打85折 所以這樣兩件兩千多塊 以我來講我覺得路邊店這樣價格我覺得還OK 而且我覺得它的風格介於韓系日系中間 還有點美式的感覺 嗯沒錯 有一些運動外套感很可愛 我覺得很不錯耶 推薦給大家來這間店 而且對於是沒什麼觀光客 基本上都是韓國人在逛的 剛選了這件牛仔褲 穿起來腿超爆長的耶 因為我自己本身就還蠻瘦的 牛仔褲其實不太好挑 它有點復古了 然後這個褲頭 我覺得它剛好做了一點寬度 就可以讓你用比較寬的皮帶 這件大概折合台幣可能 三千多四千左右 就大概是14萬9韓幣 我覺得其實牛仔褲這種東西 我自己覺得可以花比較多錢的原因 是因為我覺得牛仔褲很痴型 穿起來的樣子 就有時候在網路上買的話 我就會買到那種 實際上我看起來腿超短的那種牛仔褲 我通常一件牛仔褲可以穿蠻久的 我牛仔褲也都穿蠻久的 所以就覺得 可以講 現在是中午時間 我們今天呢 要去逛聖水洞 因為呢 上次小江來的時候 就是因為我查好說 他很想要吃醬蟹 因為呢我們等一下下午要去聖水 然後還有霞鵝亭 所以我想說我們在這個轉車的地方 就是這個中路三街這邊 可以先去吃個餐廳這樣子 順便當作午餐 所以我們現在就要來吃吃醬蟹囉 好緊張喔 要不吃蟲藥嗎 喔 欸那 好的各位 然後我們現在呢 來到這個中路三街 地鐵大概走五分鐘左右 那這一間呢 我覺得蠻特別的是 它是在中路三街這邊 那中路三街這邊其實蠻多 有點像是韓屋的概念 這些餐廳看起來就是還蠻有年代感的 就還不錯啊 而且這間其實4號5號出口出來很緊 大概一分鐘就到了 現在店員會把我們一一的上上攤 哇塞超多東西的耶 還有一鍋湯 我吃螃蟹湯嗎 大家餐廳很棒的點就是說 它直接就是一個set 2萬9韓幣 所以大概台幣大概六七百塊左右 你就不用查說 蛤 大家要點什麼 如果來體驗韓國美食的話 很適合吃漿蟹 因為在台灣可能就是真的比較少吃到這種 生薑蟹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這間醬蟹點菜講得很好吃 嗯 蔬菜煎餅 嗯 好好吃耶 這是什麼菜 就很像空心菜的那種口感 它麵糰很好吃 外面脆脆的裡面又有種默默的 這麵糰很好吃 哇 該怎麼吃醬蟹 那我第一次吃生薑蟹耶 就覺得這樣 嗚~~ 好吃耶 這樣把它 擠在上面嗎 對 擠出來 哎呀 果然 其實我還蠻喜歡這種清淡的醬汁耶 我覺得這間醬蟹啊 就是給人家的感覺就是 真的是環境還蠻好的 然後食物也算是還蠻精緻的感覺 但是你會覺得是高級韓食 那其實也不貴 接下來呢 我們要來吃 辣醬蟹 辣醬蟹調味很舒服 香味 辣味 那辣也不是說辛辣 所以也是比較溫和的吧 辣醬蟹我覺得它的層次其實還蠻多的 除了辣之外呢 還有甜 然後還有帶一點那種螃蟹的原味 那個排汁嘛 我去放著加分 還不錯耶 現在已經吃完了 其實我覺得吃完之後還是蠻飽的 其實覺得大家很推 就是大家來吃這邊的醬蟹 因為我覺得醬蟹其實吃起來 真的還蠻好吃的 然後像是夏天吃醬蟹 我覺得是非常棒的選擇 再加上這邊呢 我覺得套餐啊 都還有日文英文跟韓文的選擇 所以就是說不用擔心說會不會看不懂 整體的環境 然後我覺得也還蠻乾淨的 然後又是那種復古的韓物感 我覺得很推薦喔 剛剛訂人員也都蠻好的 好的各位 我們現在來到了聖水 跟大家說我覺得蠻適合年輕人來逛街的 畢竟我們就是 倒倒地地的 滑滑客 聖水就是我們一定會排進來的行程 然後呢我們現在帶大家來一間叫做 Stand only 我覺得現在韓國這邊的 店面都會主打 就是複合型的 要嘛就是咖啡廳啊 要嘛可能就是會有一些大頭貼之類的 然後我覺得它外觀長得還蠻漂亮的 如果大家來玩的話 是可以在外面拍個照 現在居然都要輸入E-mail 然後現場等預約 他預約預時不後 我們是18號 OK 我發現韓國最近很流行這樣 就是要讓你預約 進店人數會限時 可能是因為觀光客也變很多的關係 如果人潮太多 我可能也怕說很擁擠或是很混亂 但是會是飢餓即將嗎 我覺得有可能 因為聖水洞這邊可能都是旗艦店 他可能也想要維持那種 好像很多人來的那種感覺 大家都在外面排隊 就想說 想拍一下 想拍一下 哎唷 我們現在進來店裡面了 請問你在看什麼 鞋子 瑪莉珍 你是不是最近很愛這種鞋子對不對 超級可愛 就是運動工的瑪莉珍 跟你看它這個 啊好漂亮喔 你可以要這個花邊 你可以不要花邊 這可以拆下來的嗎 對啊它這邊有拉片啊 欸很不錯耶 超級可愛 它的Size有你的Size嗎 有25耶 它有255耶 OMG 大腳女孩也OK喔 沒錯 你到底要戴幾雙鞋會戴嗎 我覺得很可愛 韓國鞋子真的好可愛喔 這邊的包包其實也蠻可愛的耶 你邊看看x2 我覺得可以背粉紅色的 白色有點太基本了 粉紅色好看很多 這粉紅色蠻有質感的 對啊 灰粉色 它不會太飽了 這飽氧酒包很可愛耶 好可愛喔 店員跟我們介紹的 這位女子 我的概念真的很可愛 就是 摩沙膏可是就是迎合一些少女心 結合甜點的感覺 你的少女心是不是被店員貢獻的呢 不要讓我最像看到這一邊 就很可愛啊 而且它很認真 我覺得這很棒 不會它都會好到你真的很想買東西 因為它真的人太好了 而且它也不會在旁邊一直跟著你 我們到底是來逛街 還是來看店員的 其實我覺得這間店 還是蠻值得大家逛的 如果你們剛好有缺一些 潔面乳啊 或是潔面之類的東西 我覺得很適合當伴手 因為它到底真的可愛 好的 那我們剛剛逛完了那一間店 那那一間店我覺得比較像是買手店啦 因為裡面的東西 就基本上都不太一樣的風格 只是就是集合在一起 也比較雜 那我覺得這樣買手店的話 其實價格本來就會比較貴一點 或是說風格會比較限定 像那一間我覺得就是可能比較 韓國那種街頭 或是酷酷的那種風格 裡面其實還是蠻多一些小東西 我覺得可以讓大家逛的 它的設計感蠻強 你不喜歡那種爛大街 東大門寬 你可以來這裡 接下來就是下一個地方 這一間就是我這次來收藏 想要來盛水的地方 然後它是叫 Denis Supermarket 我記得好像是咖啡廳 可是裡面有賣一些可愛的東西 主要是覺得這一間的裝潢很可愛 有點那種美式俏皮的感覺 我跟你講它連店員的衣服都很可愛 然後這一間就是它中間有一些美式的甜點 然後這一間就是它中間有一些美式的甜點 像是那種可頌啊 或是那種貝果之類的 欸 這裏拍照很好看嗎 對不對 我覺得可以打扮得繽紛一點 就是穿著全白啦 那裏拍照也蠻可愛的 俏皮的感覺 你今天其實蠻適合的耶 然後這些就是一些裝飾品 所以沒有要販售 就是搭起來在那邊拍照打卡的感覺 它就是把他們的吉祥物做到所有的商品上面 很推薦的妹妹們來這邊拍照 欸前面有植物櫃耶 然後就很美式好可愛 Don't touch me 然後有咖啡耶 還有一些蘇打飲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的甜點 好可愛對不對 其實價格也還好啦 一個大概一百塊左右 欸你看這個超可愛的 可以自己拼耶 NICE 然後這邊還可以很多字母 你可以自己加 NCTRT耶 K A R T 有Ginger嗎 有可是Ginger會吃很胖 四個是七千塊 這也好可愛喔 香蕉麵包 韓國真的很適合來這種耶 不一樣風格的 跟你們大家推薦 盛水這邊一家brunch 因為我們剛剛是已經吃完東西了 所以就有點可惜 不然我原本這家是我在 我的list上面一直很想來的一家早午餐店 這一間叫做 Friend and Yard 然後呢 它是一個早午餐店 我覺得非常的漂亮 這裡有一顆很美的 綠色的樹 然後坐在這邊就非常法式的感覺 很文藝的感覺啊 然後這邊現場還是蠻多年輕人的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來這家叫Friend and Yard 好的 然後跟大家介紹一下 如果你們來盛水貢的話 很推薦大家可以來這邊的 L'Elebo 因為呢其實在L'Elebo啊 在那個 日本跟韓國亞洲區的話 這邊都有他們自己的限定香水 然後我剛好進去聞了 嗯 所以我有限定香啊 我覺得它的基調比較女生一點 它就是比較甜 然後有點花香 有點... 它有點茉莉 然後又有點柑橘橙調 所以我自己有買 但我覺得就是比較適合夏天 它是有點那種比較小清新的感覺 但我覺得也不會到說很甜 這邊主要都是以他們的這個雜誌為一個靈感 然後去延伸它的味道 因為它這個雜誌是一個丹麥的雜誌 然後它都會介紹一些關於生活風格的東西 嗯 我覺得這個味道蠻好聞的耶 而且有點清醒的感覺 對 然後我們剛剛跟大家推薦一下這一間叫做 Tufo 然後它這間店我覺得還蠻值得大家來的原因 是因為如果你是喜歡香氛的話 它的味道我覺得是還蠻有故事性的 我覺得它的味道是 我很少很少很少聞到的香水味 然後跟大家推薦一下這個麵包店 在網路上非常非常的紅 不管在韓國還是在海外的 都非常的喜歡買這家 然後這一家呢 主要它是賣那種 鹽可頌 超多人的 而且是會直接放棄的那種長度 超級無敵度 彎到哪裡 OMG 沒有還要彎進去一圈耶 請問它是在排遊樂設施嗎 我們是絕對不會為了這種東西排隊的 看一下這個F上面等待時間幾百二十分鐘 比迪士尼的設施還難排 如果平日來的話 沒有什麼人在排隊的話 我覺得可以代替我們去吃看看 因為這家是真的 在網路上還蠻有名的 這個在剛剛的麵包店旁邊 有一個叫 More Mood 我不確定是不是這樣那人啦 那這家電我在網路上茶 它主要是以952銀為主的一個銀飾店 然後裡面都是一些可愛的飾品 因為畢竟大家來韓國玩 就會想要找一些不錯 或是好搭配的飾品 哇 很可愛對不對 這個項鍊也蠻漂亮的耶 這個是透明的愛心 我覺得很漂亮 你看看看看 好可愛喔 對啊 超可愛的 然後我覺得這也很可愛 這種設計感是有點像那種電話線的那種圈的感覺 好的各位然後接下來帶你們盛水洞來逛一家快閃店 它是叫FWEE 然後這是一個韓國最近很紅很紅的彩妝品牌 重點是呢在這邊如果消費家好有的話 可以現場做一個隨身攜帶的唇膏吊飾 外觀超漂亮的 就是一個藍白色的感覺 然後這一間主打的顏色色系彩妝呢 都是春夏比較流行的這種水果色 除了最有名的是它的唇甲兩用膏之外呢 它還有眼影盤跟過產筆啊 然後粉底液也很紅 然後這裡面的風格啊 都是這種粉色藍色的 超級無敵可愛的 大部分啊這邊的腮紅就是會做像這樣子一個小小的 結完這樣之後呢要在這邊排隊 因為呢製作的地方在那邊 所以大家會在這邊排隊喔 現在呢買了一個東西之後 就可以在這邊選隨身的小一樣 然後其實這上面有非常多顏色 但有一些都已經so out了 就是這邊有一個色卡 可以根據自己喜歡的顏色選 然後這邊呢 就是有一些原本的色號都在這裡可以選 因為剛剛那邊的話 有一些賣完它就不會擺上去了 OMG我們剛剛啊 淡勝水洞 然後突然發現超級無敵多人在排隊 然後我們就湊過去看 畢竟我們那種台灣人的本心 就是看到排隊就是想要過去排一下 哈哈哈哈 過去居然發現是一個男團叫做 Boy Next Door 然後呢我們就還遇到台灣粉絲 然後他們就跟我說 他們有他們的本命在那邊 OMG很有趣耶 我在台北基本上很少看到這種情況 這邊對於idol的這種崇拜感是非常的高的 然後我們接下來呢 來到了聖水這邊的 Jenny 那這個呢就是非常有名 Jenny他們的香氛品牌裡面 最有名的就是護手霜 然後還有一些居家香氛啊之類的 然後這邊我覺得也很適合拍照 有點花園的感覺 是誰家的小公主 在外面遊蕩呢 然後呢我們現在呢 人走到這個聖水洞 有一個Dior的這個快閃電 旁邊這一條 這一條呢就是還有ROEVR之類的大品牌 就是這一條很漂亮耶 每一間店都有不一樣的風格 然後還有一些 可能在這邊比較紅磚的這種風格的建築 然後還有一些設計大牌啊也都在這邊 除了大店之外 有一些酒店 其實也不會讓你覺得說 每一間店都好貴 這間店看起來超可愛的耶 應該就是他們那種 韓式比較傳統的那種串串的感覺 然後這邊也有蠻多衣服店的 它還有糖糊墊墊 哪裡 欸是耶 要不要吃 那時候還沒吃到糖糊墊 走 現在去吃 OMG好可愛喔 那就草莓的吧 剛要買到的糖糊墊 分是3000韓幣 但台灣好像沒什麼差耶 沒有那麼多 它的皮糖住的蠻成功的耶 不會很甜牙 它很脆 然後也不會太厚 草莓也還OK耶 好幸福的感覺 欸它下面這個是要把它這樣搓上去是不是 這樣就不用這樣 呃 這樣 這個嘛 我們接下來來一間韓國的 他們這邊算是蠻有名的一個 配件類的店啦 然後主要這家牌子就是都是以這種很簡單的造型 比較時髦 然後有些銀色黑色啊比較現代一點那種感覺 它後面這邊也有這種比較酷一點的感覺 它尖銳的 剛剛那個可愛一點 但這個比較適合酷女孩 看起來給大家看一下 這樣也蠻Q的耶 這種的也很好看喔 這是它比較早期一點的設計款 然後剛剛那些是比較新款一點的 這個綠色也很好看耶 6萬 就是差不多耶 是1000 這種也好可愛喔 這個很精簡耶 人生就是要精簡一點 不要活得那麼複雜 其實我覺得銀色也很時髦耶 我會把它弄髒 弄髒我再買一個給你 我們的紀念小包 我們這次韓國和好了 這要期待你下次不要再那樣 下次就不會跟你來喝酒 我想要選個零錢袋 就因為我很常出國 所以我會喜歡更小的 我覺得這個店的風格很適合小江 就是小江喜歡這種有一點設計感 然後又不會說太複雜之類的 不過其實我覺得這種味道還蠻燒的耶 欸我們買完了 我覺得蠻好看的 這件皮小我覺得就是設計感還蠻不錯 然後我覺得比較適合有一點個性一點的女生 而且我覺得都很輕巧可愛 但如果你是喜歡長甲或是裝超多東西 你可能就想說 這怎麼這麼小 但人生要學會剪髮 我覺得短甲比較流行的原因 是因為現在蠻多的就是電子支付 所以實體卡片其實搞不好用不到那麼多 而且現在包包越粗越小啊 你不要再用長甲 那接下來我們要在其他地方逛逛吧 我們呢剛剛在聖水要走回地點站的路上 隨意逛逛就發現這一間可愛的店 然後賣餐具的 然後它是有點那種法式的感覺 給大家看一下很可愛耶 它前面有一盆花 然後這邊有一個很大的蝴蝶結 它叫Mation de Margarne 它好可愛喔 很像在法國耶 超可愛的 而且對面是mugees代言的 car ring嗎 沒錯 要去看嗎 不知道會不會很貴 你猜多少錢 我記得好像不便宜喔 上次省有逛過 在台灣 喔真的喔 台灣有店 這個好好看喔 這個一隻的話是 快二十萬很大 快五千塊 應該會賣得比台灣便宜啦 我們今天的午餐 來吃一家 腐飯 然後腐飯在韓國也是非常有名的 它的set呢 基本上就是會有一個主食 旁邊還有一些配菜 這個是它的醬汁 然後我點的是他們的 鯛魚干貝鍋 它還有這公司牛排飯 感覺很好吃啊 然後它的意思是說 可以先把鯛魚搗碎後 再攪拌 然後再放到碗裡面 然後這樣子 菜包起來 沾醬汁吃 把它攪拌完之後呢 飯可以把它放在旁邊 然後接下來呢 再把這一瓶的東西 倒進去裡面的鍋巴裡面 然後再把它 開起來 接下來就可以先享用你的飯囉 來吃看看 好吃耶 好吃耶 好幸福的感覺耶 我吃到你的飯好不好 你會吃我的啦 它旁邊還有這個 在飯味的醬汁 然後你可以攪拌之後 去自己做調味 太好吃了 是誰說一早沒有胃口 你不是真的沒辦法吃完嗎 剛剛來之前 他都說 我覺得我可能吃不下一整份 我可能頂多吃個大概三口 應該就吃不下了 結果咧 長輩應該會選你 有時候吃喝了 就是找 roses 一定可以先穿